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马斯说出了他干的一切 赶紧跳着逃跑 图马斯追了上去 警察及时赶到逮捕了他 完成了心愿的女孩缓缓消失 警长波特知道图马斯能够看见亡灵 因为他靠着这个能力帮助自己破了不少案子 这天晚上 图马斯做了一个噩梦 梦见许多服装统一的无脸人向他求救 第二天图马斯来到餐厅打工 一团液体一样的怪物突然出现 其中一只还扒到了艾迪森的身上 但图马斯只能装作看不见 因为这种怪物一旦大规模出现 那么就意味着灾难即将发生 而餐厅里的怪物都围绕在一个男人 森蒂芬周围 察觉到不对劲的图马斯一路跟着他来到了一间小屋 推开门发现这里的怪物数量极其惊人 随后他又在抽屉里发现这个男人仿佛是邪教分子 感觉大事不妙的图马斯赶紧离开 在他跟女友约会时 斯蒂芬却怒气冲冲的向他走来 图马斯带着女友回到了家 推开门发现 斯蒂芬死在了浴缸里 原来刚才跟着他的是鬼魂 现在他死在自己家 警察肯定会来调查 因此图马斯将尸体包裹好 运到了一个废弃工厂 发现斯蒂芬胸前的纹身和小镇警察瓦娜手上的一模一样 原来这个邪教是团伙作案 这时波特警长家门铃响了 一个人拔枪就射 还好之前图马斯给他的吊牌挡住了子弹 随后图马斯根据亡灵指示一路来到商场 发现自己梦境中死者聚集到了一起 数以万计的怪物也出现在了商场 一个蒙面人拿出机枪对着人群扫射 图马斯奋不顾身冲到他面前 开枪杀死了他 还好女友逃过一劫 可此时图马斯发现 邪教的另一名成员并未出现 也就是说这次事件还没有结束 在一个亡灵的带领下 图马斯找到了一辆卡车 里面装满了定时炸弹 图马斯将这辆车子开出了商场 眼见计划就要失败 最后一名成员冲上来阻止他 结果连人带车冲到桥下爆炸 商与出院的图马斯成为了小镇的英雄 他也和女友过上了甜蜜的生活 可这天波特警长却上门让图马斯清醒一点 这时女友与他告别 原来他已经在事故中死去 图马斯跟女友告别 约定好一定会再相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